你一定觉得在座的异性里边 你对谁比较喜欢 你 行了 知道完了 你 什么 什么答案 这是我的答案 我叫张婉师 大家可以叫我婉师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 喝茶的方式多种多样 单单一片小小的 我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主持人这份工作 他要求我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不断地接触新的人和新的事物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 也是一种挑战 就是我一直都非常相信自己 可以找到爱情 但其实我周围的朋友 都不觉得我是主动的 他们说你会等 你感兴趣的那个男生有行动 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在发送信号的 而且就是这个信号 我能明明确确地发给他 并且他是收到的 因为我的人生准则和信条就是 不要留遗憾 我有什么想说的想做的 我一定当下就去完成它 而且这些不会因为其他的人 对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轻易地改变 我希望在这儿可以找到一个我爱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就按刚刚的座号还是怎么样 我们换回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要按照各自意愿坐的那个位置去 对 什么 你要换吗 按照自己的意愿坐到自己想坐的人旁边去 哈哈 哈哈 我倒要好好观察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们男生先坐一盘 我们男生先落坐嘛 男生一个隔一个 我感觉他这样 你往那边好配的感觉 这样干 他不往这边坐一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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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一眼 那我找他 你干嘛 可以啊你们两个已经 你往那边坐一个大哥 你往那边坐一个 他这儿有东西 你往这边坐一个 对 对 那我们就这样 嗯 嗯 就是我的心情就是他肯定会选他第一天感觉的比较对的那个人嘛 说白了看脸嘛就是 他觉得谁帅就做谁的那种 嗯 那我就冒犯了各位 随便选吧 随便选 嗯 各位大家各位快把脸晾出来 别自个脸 来来来来各位赶紧把脸晾出来 这样会不会有点尴尬啊 有点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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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不尴尬就可以了 我 男生也好紧张我发现 抠手了都 我就坐这儿 好吗可以吗 好文森跟老鱼头 就很妙了 什么 有问题吗 坐好了啊 好了 那然后呢我们就 原来你们 你们喜欢你们要做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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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无嘴了 他这表情都僵的 老孙你快点坐过去 谢谢 他俩干啥的 一脸吃瓜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俩先选啊 先坐 谢谢 那我们只能 那我们怎么做 灯好像不大堆劲 让一让 让一让 吃饱了 吃饱了 尽兴了 我坐哪 没事 没事 不是有什么 在那里有一个吗 你把你那个档子给我 我 我不是那边有 我去换一下 没关系 让男生换 但这个婉师 他坐在了老鱼 跟这个张颜中间 他其实想选的是谁 我觉得他喜欢选的是老鱼 等一下我给你拿一个 没事 没事 我给你拿一个 你等我 在那里有一点 你把你没在那里 你看到 你的表情 我去看他表情 我看他 来吧继续 继续玩摇耳朵 摇吧开摇 看摇 开摇 对吧 那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点 你问我 随便你问 随便我问 嗯嗯 你天然觉得 在座的异性里面 你对谁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 你 行了 你什么什么他 天哪 这是个进攻型的 漂亮 我就说你应该来一个这样子 嗯 这是我的答案 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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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